古代奥运会 运动场四周的看台上 聚集着成千上万名观众 他们正在为参赛的运动员鼓掌呐喊 奥林匹克因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而得名 这是古希腊人祭拜至高无上的神宙斯的地方 它位于波罗奔尼萨半岛的西部 是一小块被群山环抱的平原 这里有繁茂的橄榄树和葡萄树 风景十分优美 关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产生 流传着几种故事和传说 一种说法是 希腊大力神赫拉克里斯打败了其他神 就在奥林匹亚举行体育竞技 以祭奠他的父亲宙斯神 另一种说法是 赫拉克里斯和他的兄弟们在奥林匹亚山下发生了争论 于是就比武较量 由此逐步的演化成为古代奥运会 有历史记录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于公元前776年 每隔四年在夏季举行一次 起初是一天 后来由于项目增多延长为五天 开始只有短跑一项比赛 后来逐渐增加了长跑 跳远 标枪 铁饼 脚力 赛马 赛车 武向全能等 他是全希腊最重要的体育运动会 全希腊最优秀的运动员和最富有的贵族都被吸引来参加 运动会的前一个月 各城邦之间就停止战争 这被称为神圣修战 这样 从各地赶来的参赛者不会有任何风险 令人惊讶的是 即使是外敌入侵的危险时刻也是如此 公元前480年 波斯大军横扫希腊北部 进而逼近南下的交通要道温泉关时 驻守此地的希腊人仅有几千人 而此时正值奥林匹克运动会 很多城邦拒绝派兵参战 最后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指的孤军奋战 血洒温泉关 由此可见 奥运会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各城邦领袖倡导体育比赛 是因为他们可以从运动员中挑选出强悍的士兵 斯巴达人常说 人民的身体 青年的熏堂 便是我们的国防 平民们乐于参加竞赛 不仅可以锻炼出健美的体魄 得到娱乐和精神享受 而且可以过上一段和平生活 每次赛会举行前 参加运动会的选手 各自在自己的城邦 先训练九个月 训练时 有一定的规则 要按时就餐 不得贪食 用铁棒和冷水锻炼肌肉 不得寻欢作乐 参赛选手有一定条件 必须使希腊的自由民 奴隶和妇女是不能参加和观看比赛的 赛前最后一个月 选手们来到伊利斯城邦 靠近奥林匹亚体育馆 向裁判报道 接受教练员严格的训练 最后 由裁判决定是否有参赛的资格 赛会的第一天并不举行比赛 而是进行隆重的计神仪式 人们向宙斯神奉献上一头野猪 祈求宙斯神的保佑 全体选手在神像前宣示 永不用不正当的方法从事竞赛 接着 由裁判官宣布选手名单 询问有没有人怀疑这些选手的公民资格 如果他们不是希腊人 或是奴隶 曾经被判过罪的 都没有权利参加竞技比赛 第二天的一早 人们兴高采烈的来到竞技场 这是一个建造在山坡上的圆形运动场 可以容纳两万观众 突然 嘹亮的号声响起 一个船令官走上前来高声喊道 请参加赛跑的人上场 参加赛跑的运动员被纷争无阻 进行短跑比赛 赛跑起跑用直立式 运动员赤身裸体参赛 起跑时选手们在石板上定列一行 各自将脚踏入石板的凹槽内 只听裁判员一声令下 运动员们似离弦之剑 飞也似的向前跑去 在运动场的另一端 设立一根石柱 选手们跑到那里转弯 再往回跑 一直跑向终点 也就是起点 短跑的距离是192米 在短跑比赛结束后 接着进行各种距离的赛跑 然后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摔跤比赛 双方运动员头戴青铜头盔 手扎带铁刺的皮带 如果能把对手摔到地上三次 就是胜利者 以后的几天 又进行制铁饼 投标枪和跳远比赛 制铁饼的运动员 要把右手握着的沉重的铁饼 在空中转几个圈 随后用左手支住右腿膝盖 挺直身子 奋力地把铁饼制出去 制标枪不但要比谁支的远 还要命中一定的目标 跳远比赛很有趣 运动员双手要握着梨形哑铃 前后摆动 以加大前冲的力量 赛车和赛马 被安排在竞技会的最后一天 赛车的赛程约为14公里 由四匹马拉的战车 在赛场两十柱间 往返十二次 场面紧张扣人心弦 赛马的骑手胯下的坐骑 没有安凳 接近终点时 骑手必须敏捷地跳向马来 紧握江上 这时 赛马飞驰 骑手必须抓住他跑到终点 赛会结束时 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 古代奥运会没有第二名和第三名 每一项竞赛只有一名冠军 冠军享有莫大的荣誉 他首先被带上一顶橄榄树枝编成的花冠 传说这橄榄树是宙斯亲手种植的 因此这种花冠是神圣的 比任何珍宝都宝贵 其次 冠军的名字将被载入史册 他的形象被刻在陶器 青铜和大理石上 冠军还有资格与国王并列 在战场的最前列同敌人战斗 在所有的剧场看戏时 享有前排的位置 最后 冠军还有一项殊荣 可以在城邦的公共食堂免费就餐 他可以一辈子在此享用美食 据说有一个来自罗德岛的老人 他两个儿子同时在赛会中获得冠军 他高兴地哭了 当他的两个儿子拥抱他 并把他们的两顶花冠戴在他头上的时候 他竟当场死去 是高兴死的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共举行了293次 延续了千年之久 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是他的全盛期 罗马征服希腊后一段时间内 仍继续举行 但是到公元392年 古罗马皇帝禁止在奥林匹亚进行竞赛 还截走了奥林匹亚神庙的宙斯神像 把神庙和有关建筑全部烧毁 奥林匹亚遭到立场浩劫 此后的公元521522年 奥林匹亚连遭地震 一旨终于被淹没在厚厚的泥土之下 奥林匹克运动会 中断了1500多年 后来 经过法国人顾拜旦的倡议和努力 公元1896年 奥运会又在雅典得以恢复 以后仍为四年一次 分别在不同国家举办 而且参加者是各会员国运动员 这就是现代奥林匹亚